字幕君 哈囉我們是 副劇指導 我是阿凱 我是李歐 上一集呢 生號為來不壞吃鬼 她就說 妹妹都來了 姐姐怎麼不來呢 所以今天姐姐真的來了 讓我們歡迎羅玉嘉 ya 姐姐來了 姐姐來了 我是羅玉嘉 其實我們今天選擇這個背景 就是因為今天是建宗畢業 建國女裝 哈哈哈哈 現在我也是建國女裝 你建宗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我建宗畢業是2002年 哇好早期 十六年前 現在呢我們要帶大家重回 那個十六年前 我們羅玉佳喜歡吃的東西 我們現在人呢在建宗的側門 民家乾麵 我回家這家乾麵 你從什麼都開始吃到現在 我從國中開始吃到現在 誰幫你長大的乾麵先吃 他就是點乾麵 然後會有一碗蛋鮑魚丸湯 蛋鮑魚丸湯 然後我都會把蛋鮑呢 放到麵上面 因為蛋鮑魚不會是熟的 都把蛋鮑放到麵上面 都把蛋鮑抽破 然後蛋黃就會流出來 然後再把麵跟蛋黃拌在一起 他的麵 蛋汁的醬味非常非常的濃郁 而且很滑順 所以羅玉佳要教大家一個新吃法 就是他的魚丸斬破 讓他進入湯裡面 讓你的湯的味道更上一個省事 我現在吃了差不多了 然後隔壁的朋友在告訴你們說 你沒有吃這個麵 你建宗不會畢業 是嗎 我們建宗的學長 是 因為你有吃這個麵 是好畢業 聽到沒有見到嗎 有可能是因為我還沒念電動之前 看吃麵 但我會討厭 很順利畢業 很順利畢業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呢 是我們的福井麵疙瘩 是那種十一塊的麵不太熱 比方日方晚的話 經過這裡不斷整個 它變成滿滿滿滿滿的 沒有說 他這個 很鮮甜對不對 他當然還很多發熱超市 對 可是他有別於以往我吃到的麵疙瘩 因為我以前吃到的麵疙瘩 然後只有乾乾燈 他吃起來好像已經都 切得有點像一隻肉 可是他比較薄一點 可是他雖然薄可是非常有嚼勁 我喜歡這種麵疙瘩 很好吃 我們現在人在我們的 建宗黑砂糖爆冰 這裡感覺就是學生放學 就會來到這裡吃冰 而且他這邊可以選四種料 老闆剛剛說他們最有名的 就是我們的昏貴 黑糖昏貴 而且這間店一定是很多 年輕學生愛來的店 原因是什麼 你看我們背後滿滿 寫滿了各家學校的那個名字 還有班機社團 就是以前高中 高中 高中 會去店家冰店 尤其冰店 一定要留下一點租金 好的黑糖昏貴 真的超好吃的 學姐滿足了嗎 那我們現在也不能滿足 因為我們還有最後一家的店 四海包子店 四海包子店的包子 我要吃雪菜 我要吃豆沙 好 那我吃豆包 他的雪菜裡面非常厲害耶 他有豆干 然後米 冬粉 肉包好好吃喔 因為他咬下去之後 他的腿不會太厚 不會太厚 他皮是手感 我有時候來我會 我會點一碗大爐麵 然後加兩隻肉包 兩隻肉 你們有聽過兩隻 用汁去形容肉包嗎 我喔 就如果有的話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這件事情 因為李歐的周邊都是一龍一龍 他都是一龍在計算 在計算 李歐說我們今天好像 然後我要吃一龍肉包 大量真的很多耶 他實在真的很好吃 我們已經好吃到忘記要看冰 吃了建宗附近多邊的美食 而且其實都是同盤美食 對 而且今天有個老店喔 對 就隨隨便便都二三十年起超過 超過 還有六十年 有一些可能你們還沒出生 他就已經在營業了 對 這家電影的也吃 那如果有其他你愛吃的美食 也歡迎留言在我們的留言串下面 記得帶給我 對 因為我也很愛吃 歡迎建宗的學生 現在踢館學姊 你們有什麼愛吃的踢館學姊 然後也別忘記 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這支影片 那也記得訂閱 我們知道的 Youtube跟演出按讚 粉絲想先看 那麼我們今天的不怕愛吃鬼 迷人在路過 玉佳建宗美食 南韓陸片上 這一個月高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